好 這是我們最新的廣告 請大家幫館長推薦一下 目前來說是12期林綠綠 那也希望大家館粉們可以 當然這次就要等比較久 要等10個月左右 因為它的機芯從訂到來要8個月 然後他們本土 我們台灣本土會開始 生產這些林組件 錶盤等等 要組合起來再兩個月時間 然後交給各位 那這個東西完全客製化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高CP值 台灣的零件加上瑞士的機芯 那保固 給大家保固 這個盤牌 館長就做好 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都會幫各位好好處理 然後12期林綠綠 即將在本月的20號晚上的8點正式開賣 每一個型號 就只有200支 兩款200支 也就是 總共有10個顏色 10種不一樣的錶 講明白就是這樣 每一支就只有200支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是我們的廣告 然後大家抽獎順便按一下 那如果好朋友們願意支持阿館 就幫阿館把這個廣告分享出去 這廣告在我們的舊的頻道 館長陳迪士漢裡面 新的 旁邊 新的 旁邊 民族 旁邊 旁邊 房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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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喔 在看這個影片之前 我再看一次喔 它總共有兩個尺寸 大家可以看到 然後最後的影片的最後 它是標榜上面所有的東西 有一個東西跟大家講清楚 表盤是黑色的 它才可以做表盤夜光 那指針上面它還是會有夜光 那表盤夜光就只有深色的 像金色的跟銀色的不鏽鋼色的 這兩個是沒有夜光的 就是底盤 因為它底盤是亮色的 底盤是亮色無法做夜光 那底盤如果是黑色的 比如說全黑款 黑金款 有三款 紫黑款 它們底盤是有螢光的 那這次 無論是售價就是 39,000 39,800 應該是啦 然後大顆的 48吋的 39,800 小顆的 42的 是三萬六千 三萬六千還是三萬七 好像三萬七千八 兩個價差兩千塊而已啦 兩千塊 好像兩千塊還是三千塊 三萬六還是三萬七 那因為 國際原物料條漲的原因 所以這顆表 我們規格又更上的原因 所以這支表 事實上 沒有什麼漲 事實上沒有什麼漲 沒有什麼漲 然後重點是 它的規格 是外面十幾二十萬的表的規格 水深下水三百米 錶盤全部都是CNC定做的 並不是像一般外面那種大型的 車床壓工的 這個是每一個都要CNC去雕 所以 總共總數 一個樣式各兩百 全部都是CNC去雕的 然後這次給大家 然後我們還要吸收刷卡分期的費用 這是館長吸收的 所以這一次 真的是笑個大話 CP值爆表 然後 希望大家能支持 因為刷卡12期零利率 事實上這是要利率的 要7到8% 那這個錢 又變我們在付的 所以層層的大家也要賺 信用卡廠商大家要賺錢 分期嘛 你分期的8% 是我要吸收的 我要吸收的 然後 你分期是零利率 你是零利率 你們不要去收 那你自己去算 這個8%是多少錢 然後在錶商要賺錢 人家要賺錢嘛 人家基金廠要賺錢 我也要賺錢 然後又要扣發票 對開 所以說 真心跟大家講 這個12期 零利率 這個東西 我是服務給大家 零利率 零利率 那你們各位也可以不分期 你如果要給我收聽的 你就直接匯款就好了 所以直接刷卡 那如果你要刷分期的話 就刷分期 不用勉強 如果你的經濟是 比較好 經濟比較好 那你就 你就刷下去 那你如果是說有經濟上的考量 那你就做分期 那還是希望大家 在手錶認定上 它就是一個裝飾品 出了任何的問題 我們在那邊保固保修 好不好 謝謝橫炸酸民的抖內 謝謝晚真的手 橫炸酸民也毛起來抖了喔 謝謝你啊 橫炸酸民 謝謝你 喔 那 這一次我們的手錶 真的物操所擲 我們一代表 二代表 我們都是已經賣了 一代表賣了800隻 二代表賣了2500隻 所有的東西還在大家手上 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人 有狀況 就是上新聞那個人 然後這一次 如果你中間 喔 我在那邊講 如果各位中間有任何的 金錢上的問題 在還沒發貨之前 你打來客服說要退款 我們是接受的 我還是希望大家 在下這支錶之前 可以沈重考慮一下 當然是不希望各位退啦 但是如果你人嘛 你時間隔那麼久 如果你有什麼考量的話 喔 你盡量打電話來退 因為什麼 因為 你退了阿管馬上再放上去賣 其實這沒有什麼 因為管粉 其實 我覺得這個錶數量真的不多 我覺得這個錶數量真的不多 就 你剛剛講了嗎 總共10款 10個不一樣的款 一個款200隻 總數是2000隻 一個顏色只有200隻 事實上 就我目前來說 金色的 跟紫黑的 還有黑金的這三個顏色 是我們無謂的管粉群 還是 像阿管是喜歡帶金色的 我的錶都是全金的 這三隻錶已經非常多人在預定 尤其是紫黑 全金 跟黑金 因為黑金是當初我們第一個出來的顏色 那這三隻錶相信 然後不鏽鋼色也這次是非常多 年輕一代的 比較年輕一輩子 他們喜歡不鏽鋼色 所以這次有非常非常多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 又有很多女生的女粉 還有很多管粉 要買給老婆的 尤其是紫黑的 小隻的 跟那一隻 黑金色的 小隻的 42吋 42吋其實 它就是一個裝飾品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帶大的 就是這麽大 這是一代表 就是這麽大 那我的一代表 戴到現在 還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帥 非常非常的帥 好不好 然後大家請 看一下就是 我們這次沒有賣實音表 大家還是看一下就是 這次最後 它左邊有一個規格 影片的最後 請大家看清楚 我們給大家什麽配置 那如果大家要看仔細的話 就是學良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學良 幫我們介紹的表 的影片 因為我也沒看過 大家好我是學良 我現在所在位在台北市民生社區 附警街這邊 那今天來到這裡的目的呢 是因為接到線報喔 聽說館長表3.0即將要開始預訂了 那所以呢前幾天也有表演來我這邊留言說 可不可以做個介紹 那沒有問題喔你的心願我已經聽到了 所以呢今天我們就特別來到這裡喔 這是愛樂石全球企業總部 就在民宅之中喔這邊的3樓 那其實它是對外開放啊 不過來之前可以稍微預訂一下喔 那就今天就特別來到這邊呢 看能不能來做個突擊檢查喔 搶先為大家做個超前開箱 那麼事不宜遲我們就直接進去吧 首先進到愛樂石的展示間 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裡根本就是軍火庫吧 而且還有專屬的小酒吧 空間超級寬敞的 不如下次我們就來這裡辦表具好了 大家說好不好 它的展示空間真的是非常大 包括最近幾年推出的軍表 全部都在現場可以看得到 像是海軍陸戰隊限量表 海軍艦隊2.0 P3C反潛機 飛虎隊 鯊魚機等等 令人看得目不暇己 喜歡軍表的朋友一定要來逛一下 那麼這次的館長表3.0到底有什麼特色呢 先來快速回顧一下第一代和第二代 第一代是惡名昭彰 大大的立體骷髏頭坐在正面 第二代則推出了 鏤空機械表和石英計時馬表 那麼第三代當然要推成初心 更上一層樓 於是今年推出的是 大豬小豬落浴盤 館長表3.0 給你滿滿的骷髏頭 不只中間保留的 像第一代一樣的立體浮雕骷髏 包括石標的部分 也採用立體的小骷髏頭 而穿梭期間的是層層疊疊的岩石 我先講一下 這個是實體的 你們剛剛3D嘛 那你現在看到它這個 是實體表下去 就是實際的表下去拍的 因為他們有專業在拍表的器材 那我們也有拍拍在廣告裡面 那像他們這個學良 他是專業拍表的人 所以他很會拍啦 他那個鏡頭很會抓啦 你們就看一下 這個就是實體 你看那個細節 一個表就這樣 你看直接照下去 你就看 我們這個設計 這個做工 你就聽他怎麼講 你仔細看 好不好 你不要再管黑門 隨便啦 你自己看 一些大廠牌的都可以來比 來比做工嘛 來比做工嘛 裡面的細緻度嘛 你看這個都是實體的 全世界籠罩在疫情 戰爭 經濟低迷的陰霾之中 notorious 破茧而出 突破困境 試著衝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好啦其實這個故事 是我自己掰的 但反正大骷髏 小骷髏 和岩石的設計 真的是酷到一個爆炸 不過其實這次3.0真正的重點 其實它是一款防水達到300米的潜水錶 或者說叫做水鬼錶也可以 所以其實你帶著它去潜水也是OK的 不過最近幾年水鬼錶太熱門 各家品牌幾乎都有推出相關的產品 而且長得大同小異 所以為了和其他潜水錶做出區隔 這次館長錶第三代 在設計上別出心裁 別人是去潜水 它不只是去潜水 還要潜到岩洞裡面去尋找寶藏 結果就挖到了死人骨頭 而且還會閃閃發光 講到這裡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面盤粗胚 在金屬底板上 可以看到所有的零件都是一件一件牽上去的 不只是中間的鏤空大骷髏頭 包括旁邊總共5個金屬的岩石塊 也都是一片一片用CNC去車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組裝上去的 所以翻到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釘子 每多一根釘子 就代表要增加多一道組裝和加工的程序 而且不只如此 面盤上面還有369的五角形石標 以及8個小骷髏頭 和12點鐘位置的Notorious骷髏標誌 光是一個小骷髏頭就比花生米還要小 打一個噴嚏就不知道會飛到哪裡去 光是組裝就已經很困難了 更不要說每個小骷髏頭都要經過CNC加工 還有人手拋光修飾 這個工是完全騙不了人的 一般的潛水表是石標會發光 但這次館長表3.0 反其道而行 不是石標發光 而是在底板上面塗了黑色的 Superluminova夜光塗料 平常白天看起來是黑色的 但是在海裡或是晚上低光源的地方 它就會發出神秘的綠光 讓這一款表在視覺上增加了另一種趣味 不過夜光的部分只有在黑色面盤的版本才會有 亮面金屬面盤的部分 則是在底板做出鏡面效果 藉由不同光線角度的反射 就可以看到金屬零件的明暗變化 戴在手腕上整個bling bling的閃 反射的效果特別突出 光是這個亮度閃一下 就可以聽見眾人的歡呼加尖叫 另外作為潛水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配備 就是一定要單向旋轉計時表圈 這是為了在潛水時可以設定時間 提醒自己什麼時候該浮出水面或者進行減壓 是專業潛水表非常重要的一項功能 不過即使日常只在網路上潛水的朋友 其實也不用擔心這項功能派不上用場 平常無聊的時候轉一下 聽聽叮叮叮的聲音其實也是蠻療癒的 它的鬆緊度設定的剛剛好 轉動起來的手感算是蠻舒服的 閒來沒事就可以寄叮叮一下 特別要說明的是 因為這次我們介紹的是試做樣品 還不是真正的完成品 所以像42mm的版本 它的單向旋轉錶圈 當初在打樣的時候 多做了內外兩個邊框 這個在最後的成品是沒有的 請以官方最後的版本為準 為了達到300米的防水 這次錶殼採用了十星底蓋 上面會有notorious的品牌字樣和閃電標誌 這次樣品做的比較粗糙 再次強調一下 這還不是最後的完成品 請以官方公布的版本為準 有人講一下喔 在這邊停一下喔 因為它是樣表 那事實上 大家都拿過一代二代的表十品 實際的東西一定就沒有剛剛那個那個 一些粗糙面沒有 一定是修得很漂亮 這我就跟他保證 如果到時候 你拿到的還是像這樣 沒關係我給你退 這個我們在QC的方面大家放心 因為廠商他做實體 他做實體表跟做樣表是不一樣的 那他還跟我們保證 這個就是因為他們因為樣的關係 那實體的一定不會這樣子 這是不可能的啦 喔 好我們繼續下去喔 它搭載的是瑞士製造的SALITA SW200自動機芯 算是目前業界中用的最多也最穩定的機芯之一 台幣5萬以內的萬表用到瑞士機芯 其實都算是佛心來者 這裡簡單示範一下時間的調教 它採用懸入式的錶冠 龍頭拉出到第一段 順時針旋轉就可以調教日期 日期視窗在三點鐘位置 龍頭拉出到第二段 中央大秒針會立即停止 可以前後調整分鐘帶動小時 重點來了 調教完畢之後 切記一定要把龍頭推回去 把它鎖緊才能夠達到300米的防水 這一次總共推出五種不同配色 兩種不同尺寸 所以總共會有十種款式 黑色面盤的部分底板有夜光 包括黑色錶殼錶帶 黑色面盤配上紫色骷髏 紫色指針的黑紫板 以及黑色錶殼錶帶 黑色面盤配上金色骷髏 金色指針的黑金板 還有全部都是青一色Oblack的黑黑板 錶殼錶帶指針石標 都是一個黑到深處無怨由 另外金屬底板的部分 則有錶殼錶帶面盤石標 全部都是金閃閃的金水鬼 以及所有零件都是單一色調 銀晃晃的銀水鬼 當湖中女神問你 你掉進水裡的是金水鬼還是銀水鬼 記得要回答 小孩子才做選擇 我全都要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館長表3.0的簡單介紹 48毫米的定價是台幣49,800 42毫米的定價台幣46,800 各限量200支 再過幾天就會開始預購了 多幫我加1萬 而且預購價還比定價省了1萬塊 48毫米的預購價台幣39,800 42毫米的預購價只要台幣36,800 這個錯工憑良心講 如果瑞士品牌來做的話 起碼台幣10萬以上跑不掉 光是那個 我這邊停一下喔 他講的沒有錯 他講的就是說 如果到時候你預購的話 沒有預購到的人 我們到時候實體表到的話 我們賣會賣非常貴 先來這邊做一個STOP 可以看到他講兩個價錢 如果是限表來的話 是49,800 如果你現在預訂的話 是39,800 這個就是要做出預訂跟那個 所以到時候有人退表 那那個表如果放上去 放上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以這個價錢去賣 就是要49,800 因為表的東西不會壞 我再講 表的東西他沒有所謂的保存期限 因為所有的東西零件不平都是可換的 這種東西都是鐵仔 都是鐵仔的 他不會壞 他不會壞 所以我的構想就是 如果到時候預購沒有人買 我們一樣會投注進去 然後放在上面賣 然後就是底本 然後就長長99來賣 沒有差 因為這個東西不會好不會炒 他沒有什麼 什麼有效期限 手錶沒有有效期限 好不好 所以希望是預購的時候都把它賣完 那女孩子的話可以考慮 42吋的 男生的話可以考慮 不一定啦 看你們各位 有的女孩子他也帶到48 真的 我看過女孩子 我們的一些粉絲 我自己的員工 有買 他自己買 他也是蠻帥的 蠻帥的 好不好 大小骷髏頭 稍微了解機械加工的朋友就知道 每一片的工錢 其實算起來都很可怕 最後要再一次強調的是 這一次因為是我突擊檢查 搶先開箱 所以它有很多細節 還在最後調整的階段 譬如說表帶和表擁的間距 會做得更密 黑紫板的黑色岩石會做成霧面 表圈外環的顏色會和面盤上的骷髏一致 另外還有一些更細緻的調整 這裡沒辦法一一說明清楚 請大家以官方最終公佈的版本為準 但是以愛樂石過去以來 對品質的要求來說 我想大家應該可以對它有信心 喜歡的話先搶先贏 預購下去就對了 好的 那麼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 好 這就是 這一次的一年一度 一年一度在這個疫情來了 一年一度啦 的這個表 好不好 一年一度的這個表 那不是跟這位會講 這個就是緣分啦 手錶的東西 他管在賣的手錶的東西 他並沒有辦法量產 我也覺得量產沒有那個價值 所以說他的成本做工 相對的比較高 然後這個東西 也不用說什麼回饋給各位這種屁話幹話 什麼回饋給各位啦 什麼把你當作是阿管的家人啦 這個都是幹話 商民做出來就是為了要賺錢 但是我覺得賺的是非常合理 我們賺的是非常合理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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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 一支錶做出來了 大家都知道阿管的個性 我們是沒有在再版的 我們東西沒有在再版的 一代 沒有了嗎 二代 沒有了嗎 三代 出來也一樣意思 賣完就賣完 賣完就賣完 好不好 所以請有興趣的朋友們 一定要特別注意 聊天室裡面 如果你沒有要買的話 你就當欣賞就好了 沒有關係 不用一直講出來 你講出來到底是要影響我的銷售嗎 還是幹什麼的 你的用意是 大家都知道現在是工商時間 那我再拼命的介紹 就是希望勾起大家購買的慾望 我現在正在推各位入坑 你沒有要跳下去 讓火燃燒自己 那你也不用再提水在那邊潑 懂我意思嗎 對對對 沒有什麼意義嘛 好不好 你在那邊說 哎呀好貴喔 有什麼的 這種東西說實在的 手錶我剛剛就講了 這種東西你還嫌貴 那真的我不知道 你是在 他是機械錶 他的做工 他方方面面都要錢 那一樣的標準的東西 我認為在國外 一定是賣這種錶盤 如果他刻的那麼細 都是一二十萬起跳 起跳喔還不止喔 起跳喔 那他的成本也是跟我們差不多落在那 可是因為 他就是品牌嘛 品牌就是要賣貴差人要買 那以這樣這麼精工的設計來說 他的數量又這麼的稀少 我覺得賣這個價位真的是很佛心 那你如果你不要買的話 那也請不要傷害我們嘛 對不對是這樣子 也不要這樣傷害我們嘛 那我們做這個 從頭到尾是一大堆工作人員 旗下負責這個專案的 光我這邊的員工 對東西 講企劃講設計 一來一回 浪費了好幾個月的薪資 我們開了這支錶 我們前面是花千萬的 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東西 你這邊要在那邊澆冷水 這些都不用錢啦 拍片 人家製造 然後人家先向人家下去開磨 這很多東西CNC場預訂 喔 然後還有一些玻璃 藍寶石玻璃訂製 表帶先購買 這些東西都要壓本錢的 都是前壓而不是後壓 光設計光薪資 我們雙方之間啦 就是館檔的公司跟愛樂史 他們的 這些 這八個月 他們動畫師 還有他們設計師 這八個月的薪資 各位想像一下 一個表做出來 到底要多少成本 這些都是列在成本裡面 當然希望在銷售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可以 不要買沒有關係 我沒有說你看了一定要買 但是就是一個 彼此尊重嘛 對不對 但是他的確確 他並不是說我沒有要吐任何人 我去切錶來賣 這個的的確確 我覺得切錶來賣沒有意義 切什麼 我不知道 馬賽拉蒂 馬賽拉蒂 BMW 賓士 什麼法拉利錶 什麼奇奇怪怪的 什麼水鬼錶 潛水錶 別人的牌子的 我們從而到尾都堅持著自己設計 自己製造 然後機器也是用頂的 用瑞士 在這個階段算頂 這個價錢算很頂 已經外面根本沒有人敢這樣做 也沒有人覺得說這樣做 是好的 大部分要幹嘛 大部分就是 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很辛苦的 我們這個下去做 那也是為了滿足粉絲的一個收藏的心態 我記得大家都可以當我的證人嗎 館長在這一年間 無論做多少直播 老是有館粉們 在聊天室裡面一直問 對不對 回答一下 館長你的錶什麼時候要做啊 館長我上次沒買到啊 像這樣的人 他的為數還不少 那上一款開賣的時候 很多人都沒買到 第一代的時候更多人沒買到 第二代開下去也很多人沒收到 那很多朋友都一直不斷的希望我們設計 我也是沒有辜負大家的期待 我也是花了成本 花了錢 我們並不是偷懶 或是說去給人家掃錶來賣 我沒有說掃錶來賣不好 粉絲信仰嘛 對不對 就像大陸帶貨嘛 就像台灣帶貨嘛 台灣做直播嘛 丟照做直播來加一 他們賣的東西大部分都是大陸做的 謝謝若葉的 謝謝董類的大家 如果沒有我沒有回答到 謝謝加入會員 如果沒有用心 為什麼這些實況主 這些直播主他不自己去開一個 自己去設計 就是因為 我跟大家講一句實在話 我跟大家講一句實在話 你自己開下去自己設計 前置的員工的薪水 前置的材料錢 我跟你講這個打樣光前前後後打過來 多少被我們退回去 你們各位知道嗎 你們看到這個最終版本 中間已經歷經了四五個版本 做過來我們看一看 都要做實際的我們又打掉 所以很多東西他就是怕要花費時間 要花費成本 真的沒有唬爛各位 好不好 所以說很多時候就是說 希望各位可以 站在一個 老闆的心態 站在一個開發者的心態 如果你今天這支表是你設計的 如果你今天這支表是你設計的 你要花多少成本多少心血 你才可以設計一支表出來 你才可以設計一支表出來 所以就是這樣子講 好不好 那也謝謝各位 也謝謝各位粉絲們的支持 無論是 現在每一個人都有粉絲 你去買 這個人的東西 人家也說你是腦粉 你去買那個人的東西 人家也說你是腦粉 你去買海鮮 也說幹白癡來買 那個媽的 你去買那個人的海鮮 那個人的肉 你去買這個人的手錶 你去買這個人 台面上 我今天才遇到酷炫 我今天跟他拍了一支片 這是管超 超他跟培根 大家如果看我的IG就知道 在現在這個末法時代 現在這個網路盛行的時代 大家都一張嘴 鍵盤俠滿天飛 酸民滿天狗幹道的時代 網路紅人 只要有一點知名度的 哪一個人沒有黑粉 哪一個人沒有 忠實的粉絲 一定有人支持 一定有人反對 對不對 那你不了解一個人的話 你不喜歡一個人 他怎麼樣都可以讓你挑毛病 比如說 館長就刺青 黑道 這也是一個缺點 我就不是黑道 我黑道我在賣東西 館長就喜歡罵人家娘 對啊 我就罵人家娘 我粉絲 我講一句實在話 我的粉絲 我不罵娘 不罵爹 不講老二 不講雞巴的 他們還不看 聊天室說是不是 館長好像少一位 就好像他媽的吃香腸 不配蒜頭 就好像熟幹的媽 不先吹個喇叭 怎麼熟幹呢 就少一位 那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去 同理心別人 你沒有辦法去了解一個 人家喜歡的一個人 你自然而然就 謝謝 GPS潛水電腦表 這個我們應該是沒辦法 你自然而然你就一句話 幹你娘怎麼腦粉那麼多 幹你娘怎麼腦粉那麼多 喜歡理所不喜歡的就是腦 那反棍嘛 那你所以你都買誰的東西 我都買不拉達 你就白癡 我也可以這樣講 如果都買 柏金包 我都買什麼 Nike 我也可以反過來說 他媽的那你也是腦粉 那品牌東西在我的認定 也沒有很好 賣超貴 就是 大家都有話講 謝謝董內 謝謝 大家都有話講 那今天我只能做到 我每一年啊 我要發手錶的時候 我都戰戰兢兢 不要賣 不要賣完 幹你賣不完 你那幾千萬 我每一年我都會造育症 每一年到賣錶的時候 我都緊張 那靠北靠北 為什麼 因為每一年總是會有那種 大家也知道 每次有新的東西要上來 就是你家死人啊 就你家死人就出來 就很多你家死人的就跑來留言啊 像 館長前幾天 應該說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前說要弄三明治 就很多 當然如果你是關心我 我也知道 就很多家裡 可能爸爸 可能或是你的腰 不然是在靠北 我不知道 吃飽在化妖 就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就是有一些人 他一定會給你一些建議 那如果你是來建議的 我倒是沒有什麼意見 有些人血很好 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人 他就是潑你冷水 那誰要吃 那誰要吃 那誰要吃三明治 要吃三明治 很多人吃三明治啊 你不吃三明治是 是你家的事啊 是不是 誰要吃 這麼貴誰要吃 外面一大堆貴的東西 我也沒有說要賣多少錢 你怎麼知道我一定賣貴 對不對 到時候出來了 譬如講說 我一個三明治 上面肉滿滿的 賣120 或是我有一個炒泡麵 像昨天人家說 我炒泡麵吃60塊 那你呢60塊 我炒泡麵賣120 那我上面就鋪滿肉 鋪滿什麼東西 你就說 誰吃得起 可是到時候又來了 又一大堆人來吃 然後又說好吃 可以CP值可以 然後你又要罵別人了 就是你的出發點 從而到尾你的出發點 從而到尾你的出發點 你就不是針對 事情來看 你也不是針對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這個價值 你從而到尾就是要來湊的 很多人就是這樣 那你的這樣子的方式 到底是什麼 還是那句話 就是你是來拉低 我的消費者信心嘛 試圖讓 我的消費者不支持我嘛 再者就是不希望我賺到錢嘛 希望公司倒閉嘛 很多人都在外面 管黑都希望我倒啊 不然你看 我賣個魚油 他就檢舉魚油 我賣個葉黃素 他就檢舉葉黃素 我賣什麼銷 他檢舉什麼銷 一定跟在後面跟 我們跟 檢舉到 我們跟衛生局都熟了 整天就 消保官也熟了 有些人他就買退買退買退 消保官我們都很熟了 我們也願意配合消保官 但是我也是跟消保官說 今天這個是特例 第一個這樣做 第二個這樣做 我們都沒關係 第37個這樣做 第38個就這個 我們就不讓 我們就不讓他退 人家也是說 尊重我們的看法 協調不行 消保官也只是做一個協調 不行就上法院 所以很多事情 消保官也懂 我們並不是那麼難商量的人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難商量的人 我們做生意真的不是阿爸別人的 真的是很多事情我們都可以商量的人 可是問題是 有些人的心態 他就不是來給你建議 他也不是來買你的東西 他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是 找機位弄你的企業 想要早上新聞 最可怕的就是這個 他要上新聞 他找不到地方紅 他就用這種方式 或者說 他覺得你這個人 他就是不爽你 他寧願花他自己的時間 也許是政治理念不一樣 因為我們有玩政治 如果今天不沾政治 不沾政治的話 但是為什麼要聽你的咧 政治很多酸酸都說 館長你要懂個屁啊 又不要嘴政治嘛 又好好做你的生意 對 我只要講到你不認同的 你又只要吐到你的政黨 我吐到民進黨的人 民進黨的人都說我不懂政治 我吐到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 也說我不懂政治 我吐到民眾黨 民眾黨也出來說我不懂政治 我只要罵到你支持的黨派 你就說我不懂政治 你就說我應該閉嘴 你就說我不應該講話 我罵小粉紅小粉紅也是這樣講 臭你媽的陳志翰 你就好好的 不然為什麼你中三槍 就是 你懂我意思嗎 那這麼多年經過了 這麼長的時間經過了 手錶還賣了三袋 但是到現在 還是 看得到這些人 還是 看得到這些人在湊 永遠不會 他就是 反正他就是花個五分鐘 甚至來看我的直窩 花個幾秒鐘打個字 拉低 拉低 消費者對你的信心 是不是這樣子 就拉低 那這樣子的原因是在哪裡 他就不希望你賺到錢 他希望把你拉下來 他希望你消失在網路界 他覺得這樣有用 但是這樣有用嗎 這樣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你去看 我跟你們這些酸酸再講一次 跟你們這些管黑再講一次 就像我今天跟酷炫聊天 不然我跟黑男 我跟很多YouTuber都在聊天 他們其實面對這種人 他們都已經看到爛掉了 哪一個人沒黑粉 人家還是繼續做 人家還是說 那我們要為喜歡我們的人服務 這句話你懂我意思嗎 我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 我相信 沒有一個紅人 他真的出來做慈善系列 他一定有他生意上的考量 就連郭台銘 他做的每一個動作 像那種大老闆 他都是有佈局的 不可能是完完全全為了 毫無 人家有錢嘛 人家佈局嘛 結果他要幹嘛 他要選總統嘛 他不是沒有目的性的嘛 那阿館從頭到尾都非常的誠實 我也不像一些帶貨直播主 或是一些人 老是在那邊騙你們說 你們是我的家人 我幹完我的粉絲走到哪裡 大家都大媽的 要幫我吸好餓欸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我還可以這樣講 什麼 他都是那一套嘛 什麼你們是我的家人 什麼看你娘 我現在有東西來回饋給各位 真的很不錯 真心推薦 我現在就是 我為什麼要做商品 我再講一次 我做商品的其目的性 就是為了要做生意要賺錢 我要成為台灣首富 但是我的東西 就是要自己做 要自己投資 我們不帶貨 也不做貼牌生意 也不幫人家幹嘛幹嘛的 就是自己花錢下去做商品 自己花錢下去做商品 他的成本就是很高 但是我們賣價出來 第一個品質我們有保障 第二個 我們的東西 CP值 什麼叫CP值 就是他本身他的東西的價值 跟他的價錢 一定是超值的 這就是我主打的東西 欸謝謝斗內 謝謝剛剛斗內的所有人 是 所以很多東西你們可以去關外面的手錶 是怎麼賣的 那今天你別的牌子 你沒有話講 今天講到阿館的 外面賣表的千千百百萬人 但是你講到阿館你就有意見 你並不是說實在話 說實在話 我們大家平心而論 聊天室 對不對 謝謝 謝謝斗內 謝謝 又一個謝謝 祝你成功 祝你成功 我們今天平良心講 我講到你的靈魂深處 大家來評評理就好了 我們來講一個靈魂深處 大家粉絲聽聽看我講不到 你從頭到尾你根本不在乎我的東西好不好 你也不在乎這個東西 真的品質高不高 你也不在乎售價 哪怕今天我一支錶賣一萬 你還是會行貴 你在乎的就是 如何把我拉下台 你在乎就是為了酸而酸 聊天室我說的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阿 這是事實阿 這是事實阿 這真的是事實阿 真的阿 這才是事實阿 對不對 事實就是 他是為了要酸而酸 他不是為了要幹什麼